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集节目 较早时香港就举行了区议会选举 结果就出来了 不过我今天就不是说区议会选举的结果 就是民主过程的资料 说回一些技术的问题 因为当时区议会选举的电子排票系统就出了问题 后来就搞到搞不定了 就转回人手排票了 也要把那个投票时间延长了一半 最后对于这个投票率有没有帮助 大家想心中有数 不过技术上为什么会出问题呢 我就不知为什么 不过如果给一个设计 我会怎么设计呢 我就打算在这个节目里跟大家分析一下 首先讲讲为什么要电子排票 理解为什么要电子排票之前 就要讲回以前人手排票是怎么做的 人手排票很简单 就是每个票站里面有一本的选民登记册 当有选民进来说想投票的时候 工作人员就对选民登记册上面 有没有这个选民的资料 主要看他的身份证号码和姓名 他也要对他的身份证是不是他本人 有张照片 如果是确定是有权 在那个票站投票 就在选民登记册上画了 然后给他一张选票 选票是没有适应的 然后再投票 所以这个动作也是很重要 因为你要记住他 已经投了票 避免他转个弯 然后再投一次票 如果选民去到票站桌 发现自己的名字被人画了 票站人员就会跟他说 你投了票了 当然以前也试过人手出错 另外一个比较复杂 要找票站处理 好了 本来就有这样的工作 有什么问题 所以要搞搞 我想最大的问题就是 因为阿曼效率低 因为如果一个票站 只有一本书民登记册 你可以想象大派窗窿 因为很多人会同一时间去投票 所以票站里面 就不是只有一本书民登记册 就是分了很多本的 也分了很多张桌 每张桌上就是有自己一本的水闻登记册 例如你分十桌 就有十本的水闻登记册 在十张桌上 每张桌就要有两个工作人员 一来就是避免人手出错 二来就是避免舞弊 也是很有需要 你可以想象 每个人去到票站第一件事 就是要找回自己那张桌 有工作人员就指导来 过往香港的做法就是 根据身份证号码头那堆数字 或者英文字母 A123456 就去第一台 K什么什么 就去第八台 主义此类 跟回身份证号码 但是这样就有个不好处 大家都知道 如果身份证数字小 即是早期点拿 即是年纪比较大 所以就造致以前票站穿的问题 就是早上有两三桌 有一个特别好客 有很多客人 其他一台就等 只等 没什么用 但那两三桌就大排长龙 到了晚上 情况就调转了 到年轻人 年轻人出来投票的时间 有几台就特别好客 其他一台就可以眼定定看着他们 但又没有人帮顺 所以也造成一个无效率的情况出现 当然如果要纯粹解决这个问题 就不需要电子选民登记策 不需要电子排票 做一个很简单的改动就可以了 就不要靠身份证号码前面那堆数字 而是靠后面那堆 或者用括弧里面的数字 或者英文字 不知道大家知道香港身份证号码偏好 其实括弧是一个验证的号码 本身没有括弧 你都是独一无二的了 括弧里面的数字 只有11个可能性 0-9 或者A 只有11个可能性 如果你只是用括弧里面的英文字 或者数字 去分成11台 其实是刚好 也避免了 早上某些台特别多人 下午某些台特别少人的情况 因为都带得很散 基本上跟你出生的年代 是没什么关系的 括弧里面的数字 当然了 这是其中一个方法 但是还有其他问题 人手派票 始终工作效率低 因为那本登记冊 也是挺大的 虽然按照身份证号码去排 但是你要找回自己的页 也是需要时间 通常都要几十秒才能做到 再加上你要认身份证是否那个人 可能一两分钟才能做到一个人 要用电子派票有个好处 因为电脑所有东西都很快 包括如果你可以要求 选民把自己的身份证插入一张独机卡 直接把号码进入电脑 电脑立即看看 那个系统里面有没有一个记录 那就知道 究竟是否那个票站的选民 也就看看究竟有没有已经投了票 整件事情 其实老实说很简单 只是对于电脑来说 那么我也觉得 这是一个中学生应该写得到的程式 那就是可能十几行曲 就是绝对不难 我已经是知道 想到是怎样的写法 用python 用十行以来 我想大致上都可以写得到 主要都是查一下 那些包包里面有没有 身份证号码的材料 那么 详细我就不太仔细在这里说 或者大家当一个工作 一个功课 自己研究一下 你会怎样设计呢 其实这个就很简单 就是说每一台 不需要改太多的东西 每一台 只要将 他那个 人手print出来的宣问登记冊 换了做电脑 去做就可以了 一个很简单的程式 那么至于这个电脑里面 装着 哪一堆身份证 你事先 你就可以设计好了 那些程式可以复杂一点 但是呢 怎样将那些身份证号码 分到不同的票站 跟着不同的票站 就分到ABCDE 可以分开 这个应该也不算太困难了 好了 那你给我就要设计 这个香港的 或者是任何地方的电子 排票系统怎么设计呢 第一个问题 就是一定要问 究竟是不是有需要上帽 先 因为今次香港出事的问题 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中央的伺服器 似乎是 有些中央的伺服器崩了 所以将全香港的票站一起 就用不到电子排票系统 很明显某个程度上是连了网 但我去到问题 究竟有没有需要上网 因为香港人的投票规则 都不是说容许有权投票的人 可以去到不同的票站去投票 都要去到那个票站投票 即是说那些资料 一早已经在票站的电脑里面了 是不是真的有需要实时 知道他究竟 投票的状态是怎样呢 如果不是的话 那根本就不用上网了 不用上网 整个系统的设计 简单很多 亦都减少了很多被人攻击的可能 一上网 就一定有机会有网络攻击 我想是基本的常识 你要想没有网络攻击 也是一个方法 就是上不了网 或者你买部电脑本来有 可以上网的话 你也要弄到它不能上网 主要用硬梯的方法 簡直是没有WiFi 没有Bluetooth 可能用Aldino 设计电脑就可以了 当然要稳固一点 那些元件 不要走在中间想的 基本上都没什么问题 那如果你说我储存 那你可能用一个SSD 拿出来的 那就是变了那个 万一你的电脑出事的话 你就换另一个后备的电脑 拿去用 那也不是太大困难 这个就是如果你给我设计 我就会这样 首先我就是不会把电脑连网的 那也就是如果你不是跟随 身份证的头的英文数字 数字 英文或者数字 而是跟随后面的 例如图里面的数字 或者英文 那是0字9或者A 那基本上已经是把整件事 就是简化了很多 好了 这个设计就是一个初阶的设计 如果能够有点 是否可以再有效一点 就是任何台 可能你11张桌 就不是说这张桌一定要做 固好0 那张桌一定要做固好3 而是11张桌一张都可以做 其实都不难的 一个电脑就行了 一个电脑可以接触很多USB 亦都可以接触很多屏幕 根本也都不需要 或者是client side 或者伺服 side去做 完全是 我觉得是完全不需要 因为你的交易是相当简单 只是说有个人一进来 那你要确定它是否有资格 如果是的话 就立刻画了它 那这个就不同 银行那些交易 或者你去Amazon买东西 那些你又想想一下 又要加个basket 然后中途有那些物品 就刚刚有户货 那些就很复杂很多 你要锁掉它 但是在这个派票系统 是没有这些问题的 因为很简单的 一来一行就行 一行就行 一行就不行 基本上这个交易 是一个非常短的时间 也都不需要怎么做锁掉 所以整个过程 亦都可以相当简单 这个就是我的看法 不知道对于香港 或者世界各地 未来的电子派票 有没有帮助 派票是这样的 点票是另一个问题 也将来有机会说一下 就是民主选举里面 派票也好 点票也好 那个原则是怎样的 有什么是要遵守的 包括也都讲一讲 将来会说一下 这个邮寄选票 是不是一个好的做法 不过今天就说了这么多 麻烦大家来走之前 先点个赞 如果还没订阅胡思频道 按个订阅仔 拜拜